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床垫 平时看似不起眼的床垫 我们不知道 其实它是细菌的乐图 据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一张三年左右 没清结果的双人床垫 上面的细菌数量超过十亿 主要以真菌和满虫为主 与之相比 同样面积的地板上 满虫的数量不到其三分之一 我们知道 一般的病症都是由细菌和满虫引起的 这些我们生活中一定要注意 二变形的文胸 主线眼多油不良的卫生习惯引起 而胸衣是直接与主房接触的物品 因此建议这种贴身衣服一定要及时更恶 与此同时 文胸的弹性会随度时间逐渐降低 这意味助对胸部的支撑作用在减少 当文胸读法起到支撑胸部的作用时 就应该果断舍弃掉 三 就睫毛膏 液体 爱妆 包括睫毛膏能藏匿大量的细菌 睫毛膏管内潮湿黑暗的环境 是葡萄球军的理想环境 尤其是使用开封后差 超过三个月的睫毛膏 四 毛巾 超期使用的毛巾上处以摆摸的含菌量 很可能含有沙眼医原体等致病微生物 引起毛孔吐刺 皮肤感染或沙眼 五 抗菌肥皂 据美国药监局的报告 抗菌肥皂可能存在健康野化 他们认为其中含有的三顿生可能会感染人体的核二脉 还可能导致抗生素抗性的潜在危险 六 除木餐具 洗涤剂只能洗去表面油脂 但不能除掉藏在筷子凹槽裂缝的细菌 使用一年以上的筷子会滋生大肠杆菌和霉菌引起腹泻 吸发霉的空气净化器 近年来雾霾当道 捧红了空气净化器 但空气净化器使用时间过长 若不及时清理或更新滤芯 霉菌和细菌大量增长 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 如果你的净化器吹出的空气透出一股发霉的味道 那就是提醒你该蒸的 八 冰箱里的圣态 冰箱里存在住致命的杀手 三颗里斯特军 它是一种俯生军 以死亡和正在腐烂的有机物为食 在绝大多数食物中都能找到它的身影 三颗里斯特军有可能导致脑膜炎 日复流产 死亡等 即使在冷藏的状态下 一周内还能繁殖处以摆磨的细菌